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随着二胎的开放 很多家庭都迎来了二胎时代 当然有些大宝还是很欢迎弟弟妹妹们的到来 而我们九岁的男主乔治也迎来了他一直想要的弟弟鼠弟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他 尽管非常聪明懂事 但身为一只老鼠 他渐渐不再奢求有人领养出身卑微的自己 这天他遇到了一对非常善良的夫妻 他们来孤儿院为儿子找一个兄弟 于是鼠弟头头是道的介绍孤儿院的其他孩子 感觉比园长还要上心 结果滔滔不绝说了半天 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给推销出去了 从此成为了老李夫妇家中的一员 鼠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但作为一只老鼠 刚进家门就遇见了危险 原来家里还有一只大白猫 第一次见面差点把他吃掉 多亏爸爸妈妈出面喝止 才让他逃脱沦为猫爸爸的命运 两夫妻的儿子乔治兴冲冲的看着弟弟 谁知竟然是一只个头矮小的臭老鼠 二话不说 拉着脸摔门而去 鼠弟早就准备好不招人待见的心理准备了 凡事都看得特别开 毕竟自己啥本事都没有啊 被人小瞧那是人之常情 更何况现在自己还有卧室和大床呢 临睡前还能得到妈妈的吻 心里很知足 然而大白猫非常讨厌这个天敌 当看到鼠弟误入洗衣机差点淹死时 竟翘着屁股大摇大摆地走人了 倒霉的鼠弟感觉人生看不到希望了 好在妈妈把他救了出来 身体也没啥大碍 爸妈心里过意不去 于是给鼠弟举办了家族聚会 当众表明领养了个鼠儿子 让大家认识一下 为此乔治还大闹爸妈 为啥给鼠弟开派对 在两夫妻都很头疼的时候 事情迎来了转机 这天 鼠弟误入乔治的房间 阴差阳错地和乔治玩起了游戏 凭借自己的幽默打动了乔治 还鼓励乔治参加模型比赛 而在这时 大白猫越发的嫉妒鼠弟了 找到自己的野猫朋友 野猫们听到要除掉老鼠 瞬间兴奋起来 纷纷掀起计策 大白猫在策划阴谋的时候 鼠弟和乔治一起参加翻船模型比赛 怎料遥控器被人踩坏 当家人失落的时候 鼠弟为了让家人开心 决定自己上场 为乔治操控翻船 比赛情况非常激烈 鼠弟凭借着灵活的身体 聪明的头脑 让乔治赢得了奖杯 然而 就在乔治接受鼠弟成为一家人时 鼠弟的亲生父母找上门来 要带走他 两夫妻非常不舍送走鼠弟 乔治还将自己最喜欢的敞篷车送给了他 不久后 孤儿院院长过来家访 却意外得知 鼠弟的父母几年前就去世了 带走他的是冒牌货 两夫妻意识到鼠弟有危险 马上报了警 开始寻找鼠弟 家里的大白猫开始坐立不安 原来鼠弟的亲生父母 是他找老鼠来假扮的 同时鼠弟也知道了真相 启程寻找养父母 一波三折回到家时 却没看到家人 大白猫挑拨离间的说 这里没有人喜欢他 也许是从小经历太多的失望 鼠弟相信了大白猫的话 他离开了这个曾经给过他温暖的家 当大白猫以为生活回归平静的时候 他的野猫朋友们可不这么想 作为天敌 野猫们不愿意放过鼠弟 准备炖锅老鼠宴 他们叫上大白猫 一起去寻找鼠弟 很快他们在公园发现了鼠弟 大白猫也是个嘴硬心软的家伙 虽然嫉妒他如此受宠 但作为家里的一份子 他不想看着鼠弟就此送命 于是和鼠弟联手 而野猫们赶跑了 然后还带着鼠弟回了家 从此这个五口之家 其乐隆隆地生活在了一起 萌萌的小老鼠 在童话的呈现中令人无比恋爱 乐观与活泼 极具感染力 无法叫人不爱 温暖的个性是融入新家庭的关键 并且依靠自己的善良 交了一群新的朋友 拥有了自己的家 这样萌萌的小老鼠 我也好想养一只呀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